红色的烟烟 哦 哦 哎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红剑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玩高敲难啊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我今天已经提前把帽子戴好了 因为我觉得不久的将来 我会自闭 行吧 我们废话不多说 开始游戏 这一关建筑工地 是我从未接触过的关卡 那么前面的关卡 我接触过是因为 我忘记按录制键了 哎 等一下 等一下 好 我录制键已经按了 没有什么问题 哎 哎 等一下 先稳住 先稳住 哎 哎 哎 漂亮 哎 哎 这一关好像是要从这个坑跳下去 这个坑跳下去难度应该 应该不算特别大 你看 我懂了 不能靠走的 你得跳 你得双脚高敲一起起跳 往前跳 才能下去 对不对 目前的话 这个踩高敲啊 走路我已经是非常的灵活 非常的熟练了 熟练的让人心疼啊 哎 以头抢地尔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这才两次嘛 哎 其实一次都没有 大家看 我们这个失败的次数 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就是数帽子 大家看这里有帽子吗 没有 哎 只要我看不见帽子 那我就当做 我没有失败过 行吗 也就是说我们目前为止 只是第一次通着关哦 对不对 啊 行 先走一步 再走一步 不子迈得大了 啊 撞到了前面的水泥地 他在干嘛 哎 什么情况 他是不是因为 表弟吃了太多 身上就像个球 啊 然后脂肪太Q弹了 就像这样 所以的话呢 在下面一直弹来弹去 哦 表弟 你该减肥了表弟 不然这高桥真的很难通 我们这一次 哎哎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靠边一点 尽量 就踩在这个 黑黄的警戒线上 好 一脚踩上去 哎 哦 漂亮 哦哦哦 稳住 稳住 好不容易下来了 绝对不能在下面翻车 啊 目前我也就只能看到一个帽子 也就是说 我只失败了一次 稳住 稳住 前面这个木板可能会发生一个倾斜 我已经看出来了啊 它就是一个翘翘板 啊 翘翘板 我可以叫它 哎哎哎哎 啊 站起来 他要是不站起来 我就杀了它 这个地方肯定会有一定的倾斜 所以这里我们要慢一点 Wu 解锁了一个灰褐色的马甲 试试看 直接穿上 三级甲 是不是 这样的话我们肚子磕到 应该就不会痛了吧 建筑工地二 我们怎么还在建筑工地上 是要踩这个东西吗 我一脚踩空了 这个布子卖的不够大 咔嚓扯着蛋了 事实证明 布子卖大了 布子卖小了 都会咔嚓一下扯着蛋 它怎么下去了 等一下 你等等我 等等我 哎呀 这个地方要快 不然的话 这个木板它会下沉的很快 所以的话 我们要赶紧的赶紧 哎 踩到木板上 然后一定要保持平衡 保持平衡 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 哎哎可以 这波操作可以 可是我要怎么过去呢 等这个木板下来 等这个木板下来 我可以的 哎呦这个柱子不要挡住 行不行 超级挡视野 我根本看不到这个木板 这是一个盲人游戏 一步踩上去 好踩得非常的精准 哎 另一只脚跟上 另一只脚 跟上 跟上 尽量踩到这个板的中间 然后 一定要保持平 先踩到边缘 好 踩到中心 另一只脚跟上 保持平 你躺的还真安详啊 能不能稳稳来了 能不能稳稳来了 啊 表弟 好 另一只脚跟上 然后 保持平衡 保 就已经踩在中间了 他为什么还会倾斜 为什么 我不明白 踩到中间 另一只脚跟上 保 保持平衡 不要 他才往后滑 这个摩擦力不够 高桥会往后滑 按道理 我们这个压强 应该是可以的呀 表弟这么重 好 稳住 稳住 不要滑了 不要滑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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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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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关好难啊 oh my god 然后一大步跨上去 第二步跟上 好 这一次至少我们是往前轻 不要 不要一头撞上去 不要一头撞上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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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稳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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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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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这个时候应该动的是右脚 左脚 跨过去 右脚 右脚跟上 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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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过去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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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绝对不能再有失误了 往前一倒 哦 他飞哪去了 呵呵呵 下坡 这关不是小瞧我吗 不就下一个坡吗 观众朋友们 我觉得我已经可以自称高敲小天才了 请把高敲小天才打在公屏上 打在评论区 哈哈哈哈 哦 我感觉我正在月球表面上蹦打 啊 有一堆的陨石坑 或者说这个石头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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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滚 啊就一个石头还想拦住我 想什么呢 你看我现在能 狂奔 啊 冲啊 RUN 哎呦 这一关不要太简单哦 这游戏真的不要太简单 我觉得我简直就是高敲高手 远处那堆车 打什么远光灯呢 啊 这些远光狗真的是 闪我眼睛 气死我了 我一定就是因为他们的远光灯 所以的话呢 看不清道路 才会失败的 对不对 绝对不是我 操作失误 我 我就是个高敲高手 你看 你看这样 这样我都能平衡下来 对不对 对不对 你看你看 你看 你看 看 天下高敲 微快不破 我们只要一直 RUN起来 一直 跑起来 一直Q弹起来 我们就能通关 踹掉这个大石头 先先踩上去 原地起飞 直接升天 这一次啊 我们不求快 啊 我们求什么呢 我们求一个吻子 对不对 快有什么用 关键是要吻吻来 这种游戏啊 就是考验人的心态 就是磨人的心理 只要你吻吻来 就能很快的 呃 不 不能很快啊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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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减少一些失误 右脚收回来 求你了 右脚收回来 不然 左脚肯定会卡着的 啊 这块大石头 你就不能绕个路嘛 为什么一定要 踏着这块大石头过去呢 对不对 你看旁边的路多好走啊 真的是 这个踩高桥男真的是一个死脑筋 啊 把你的烟放下来 别抽了 我都要气死了 好 哎呀 我过了这块大石头了 哼哼哼哼哼 高手 请把高丸打在公屏上 观众朋友们 这就是高丸 哼哼 不就一块石头吗 前面就是我们那个第一次 啊 悲伤的帽子 居然倒在了终点线面前 这一次绝对 不会 哼 重蹈覆辙 哎 获得了一个 急速红鞋 能加速吗 试试看 直接穿上 哼哼哼哼哼 踩高桥过马路 不是 你 你能不能 能不能 遵守一下交通规则 高桥是不能在 过马路上 而且没有红绿灯 这样过的好吗 旁边还有一个 即将推出 世界 踩高桥 锦标赛 行吧 不就是有车吗 这种 这种关卡 其实就是 图个快 看到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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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稳住 先稳住 这辆车撞不到我 这辆车撞不到我 目前来说 我这个车道上 没人 没人 你们看到 一个 踩高桥的残疾人 对不对 啊 就不能行个方便吗 就不能停下来 等一等吗 怎么就 这么没有素质呢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稳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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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条道上 摩的车 先把两只脚 放在一起 保持一个平衡 好 好 过个马路 还是很简单的 哇 获得了个斗篷 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高桥界的大魔王 来到了屋顶 你在这个地方踩高桥 就不怕掉下去吗 好 我觉得它是不怕 它都能原力起飞 这一关怎么跟农场有点相似啊 都是放了一堆木板 你以为这点木板还能再阻挠我一次吗 我已经掌握诀窍了 就是 小步 走一小步就可以 不要走一大步 向前一小步 文明一大步 不要卡到中间那个勾勾 一旦卡到了那个勾勾 那就是 很难挽回 你脚就不能抬高一点点吗 我就问一下 右脚上去 右脚别踩到勾勾 好 稳住 稳住 先稳 先稳 爱 爱 干嘛呢 只要这一脚上去 那就是成功 那就是人类的进步 等一下 这什么东西 这个桥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No 红色的烟烟 哦 哦 哦 哎 微笑着 面对他 微笑着 面对他 哈哈 微笑着 面对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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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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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他 面对他 微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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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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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观众朋友们 为什么人类总能克服发展的阻碍 总能进步呢 就是因为有这种面对困难的决心 就是因为我们都会坚持不懈努力的向前 我们下一关 最高机密 这关怎么个意思 一个球 我怎么还有重影 我这是有分身吗 终点线在哪里啊 好神奇哦 这个地方好科幻啊 这就是个科技大厂作的游戏吧 这是个黑洞吗 我踩进去 然后从白洞出来 进入了网络世界 我知道刚刚通过了那个屋顶 克服了那个屋顶的难关 这个游戏 还能有比那个难的吗 啊 你们看这个地方 不就是 你快回来 我要骑在你身上 怎么怎么感觉这是一句虎狼之词 好 我数据化了 我可能被格式化了 观众朋友们 我懂了 那个板搬上去之后 它是有惯性的 我刚刚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我以为它就能 自己自主 站住了 结果它是有惯性的 话说这个灯它不会亮啊 这个红绿灯是假的 红绿灯坏了 换一个吧 哦好愉悦 观众朋友们 你们愉悦吗 反正我玩这个游戏 我越玩越不愉悦 越不愉悦 真的我越玩越不愉悦 好稳住了 哦 哦我还会起飞呢 我好神奇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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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远了 走远了 走 哎 哎 我 不是 哎 我还能 我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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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往前游 我要往前游 遨游在 往上冲浪 就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 往上冲浪 好 我活了 我活了 哦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高手 把高丸打在公屏上 第二次把高丸打在公屏上 或者叫我高敲小天才 赛博朋克护目镜 戴上之后我的世界会发生什么变化吗 网络世界二 重装上阵 哦 这一关好像这个网速有点快啊 你们看这个 啊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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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爽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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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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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好玩 这个好玩 哎呦 这是什么 这是千兆网速吗 难怪这么快 哎哎哎哎 我还没准备好 我还没 我还没准备好 哥 哥 哥 把流量关一下 把WiFi关一下 哎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哎 我是壁虎吗 我是 直接就贴上去了 话说为什么这个帽子 我感觉分布的这么均匀啊 就像打点计时器一样 你们看 就隔一段时间一个点 看来这个红剑 红剑的失败 还是有一定的 科学规律的 这个地方 是一个物理游戏 观众朋友们 你们要考虑这个重力支持力 但是呢 它由于这个地方的重力啊 转化成了这个网速 所以的话呢 这个网速目前我的 我的 我的推测来说 它的网速应该 不能 划等号于重力9.8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地方 操作感觉上 就跟9.8的平地不一样 它的重力绝对不约等于9.8 我们必须要考虑一下 这个斜面 这个斜面可以看到 上面的斜面 是要比下面的要更倾斜的 所以的话上面更有难度 再加上它这个 重力可能是小于9.8的 所以说它的这个 对于上面这个斜面来说 它的重力绝对是不够的 这个网速就是绝对不够的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得 通过前后倾倒身子 来保持平衡 所以的话呢 我们这个地方 一定要去多感受一下 多感受一下这个力 是一种 什么样的趋势 才有上去的可能性 不然的话呢 我们可能就要永远 在这个地方 待着了 好同学们 同学们 同学们 首先我们要确定一件事情 我们不能垂直于 上面这个倾斜的表面 因为我们垂直于它的话呢 我们很容易就撞上去 我们很容易就往后倒 或者撞上去 漂亮 今天我们这个游戏就到这里吧 好不好 我不想再继续下去了 今天我心太崩了 好不好观众朋友们 别忘记给我点赞哟 感谢观看